这里就是天津的盘山烈士陵园 里面安葬着2873名烈士的中古 最小的只有16岁 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了1531名 解放战争时期牺牲了1023名 建国后牺牲是319名 有两座墓碑下面埋葬了129名烈士 另外在这里还有很多无名的墓碑 因为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亲人是谁 因为牺牲时他们只留下了骨灰和遗物 所以没有人来祭奠过 卢沟桥事变之后 1938年八路军送邓送队挺进激东 创建了盘山抗日的革命根据地 这里就是当年的战场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 于1956年在盘山的南路 开建盘山烈士陵园 这个位置就是中轴县了 这里主要建筑 前面是有牌楼的 后面这里就是纪念碑了 这就是杨妈妈当年揪护八路军的一个情景 这座是包森的墓碑 包森是一位革命烈士 1911年出生于陕西省的蒲城县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从小它就有远大的抱负 长大后要去参军 1937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1938年支援冀军抗日武装大暴动 善用游击战术 打了许多胜仗 当时可是赫赫有名的游击英雄 1939年4月 他指挥部下活捉了日本的宪兵长 震惊日本朝野 1940年7月歼灭了日本的关东军赫赫有名的武岛须田中队 狠狠打击了日本的侵略者 包森短藏的一生创造了很多奇迹 1938年 他随八路军第四送队挺进济东 开辟了盘山抗日的根据地 那年他才27岁 这位即是天才屡屡立其功 包森可能不为大家所熟知 但是他的事迹造就了不朽的传奇 1940年 包森在盘山这里建立了盘山抗日根据地 成为济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图中他写下了讨敌血书 血战烟罩纵马激东 剑后长城亮剑关东 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5月开始 日伟军对盘山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治安强化 运动围剿与扫荡不断 敌人扬言要搞垮季县 必须首先要搞垮盘山 白草蛙战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40年2月 包森司令率部到达季县盘山地区 全力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 同年6月下旬 包森率部设服白草蛙 与日军激战了14个小时全建日军 一个骑兵中队 开机东抗日根据地整联 全建日军战斗的先河 1991年5月1日 一名冒蝶老人来到了河北济县的盘山 烈士陵园 走到了抗日英雄包森烈士墓前叩拜 此人名叫做彭的正南 曾是一名侵华日军的老兵 此举一来是为日军在侵华战争中 对中国人民生灵涂炭的赎罪 二来是在一场战役中侥幸得活 您知道吗 人们都叫他老包 但是他可不老 牺牲时候只有31岁 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1940年的秋末 日军扫荡济东西部 包森率部经常转移 跟日军捉迷藏 转战鱼子山盘山 在一天夜里来到了小柳村 新晋村查看情况的侦察员 轻手轻脚的推开一家门 里面有打呼噜的 后来打开电筒一看 炕上躺的是日军正呼呼大睡 侦察员立即退了出来 报告了包森 包森决定向地形复杂的卢家豫前进 后来日军逼近 包森所在的卢家豫陷入了重围 包森带队冲出了重围 但在追赶的时候 这敌人中有汉奸认出了包森 大喊戴八角帽的是老包 他就摘掉了帽子 汉奸又大喊穿昏棉袄的是老包 他又甩掉了上衣 几个回合下来终于脱险了 田野是河北保定人 在天津河北工业学院 也就是县在河北的工业大学的前身 当时以实验室助理员的身份 为掩护他利用一切机会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动 1942年9月19日 在兴隆县的小鲨鱼沟养伤时 被汉奸告密 被三百多名敌军包围 他向前来救他的警卫员 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 不要管我各自为战 他以身殉国 年仅27岁 田野为济东解放而现身 他不仅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也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员 同包森、李子光、王少奇等人 一同抗日济东地区 直到现在 学校师生每年都会来这里陵园 为他扫墓 周文斌原名叫做金城稿 他是朝鲜人 随父亲来中国投身了中国的革命 在他的动员和影响之下 先后有七千多起义的工人 参加了济东的抗日联军 1944年的10月17日 在丰润的杨家铺 主持召开了双检会议室 被敌人所包围 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 他头部重担牺牲 年近36岁 他把一腔热血 撒在了异国大地 我们向英雄致敬 这里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烈士 他们不惧生死 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牺牲 排山这里几乎每一座山峰都留下了抗日军民的身影 每村土地都留下了军民抗争的足迹 尽管时间的消逝 但岁月没有淡去这些红色的印记 而且每个人来到这里之后 心中都久久不能平静 如今我们过上了美马的生活 都是由他们的鲜血铸铸而成的 所以请不要忘记他们